当地时间15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国宾馆 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习近平指出 今年2月我们在北京进行了友好深入务实的交流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 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支持其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安全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吉方内政 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吉尔吉斯斯坦 可以信赖和倚众的朋友和伙伴 习近平强调 新形势下双方应该加大相互坚定支持 全面深化互利合作 双方要继续深入对接发展战略 落实好终极中长期经贸合作规划 中方支持实施中级乌铁路项目 愿推动项目早日开工 支持更多优秀中国企业赴吉尔吉斯斯坦投资 为两国人员网来和货物通关提供便利 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作 建设好中国加中亚五国会晤机制 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坚决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扎帕罗夫表示 今年二月我同习近平主席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成功会晤 对于引领两国各领域合作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 涉江涉港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愿同中方加强经贸铁路 抗疫安全等领域合作 深化集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吉方赞成中方提出的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 这对于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均具有重要意义 吉方愿同中方密切协作 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为 中亚安全稳定之锚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预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 在实现民族复兴道路上 取得更大成功 两国有关部门签署了农业 医疗消防植物检疫等领域合作文件 当地时间15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国宾馆 会见土库曼斯坦总统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习近平指出 中土建交30年来 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战略伙伴关系达到高水平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中土关系尊重土方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土库曼斯坦内政和稳定发展进程 愿同土方继续相互坚定支持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做大两国天然气合作的体量和规模 为两国发展振兴注入新动力 要加快推进非资源领域合作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土方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对接 尽早落实互设文化中心 为两国人文交流搭建新平台 中方院早日在土库曼斯坦设立鲁班工坊 同土方继续加强抗疫合作 中方院同土方加强中国加中亚五国会晤机制内合作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密切国际协作 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谢尔达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表示 预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 中共二十大将规划中国未来发展蓝图 引领中国取得更多伟大成就 土中建交三十年来 两国关系发展十分顺利 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 土方高度重视土中战略伙伴关系 愿同中方不断深化两国 在经贸 天然气 跨境运输 人文等各领域互利合作 土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土方支持中方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 这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土方愿同中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土方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对接 密切在联合国 中国加中亚五国会晤机制等多边框架内合作 当地时间15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撒马尔罕国宾馆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习近平指出 中塔建交30年来 两国关系得到跨越式发展 中方坚定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 主权 安全 中国永远是塔吉克斯坦可以信赖和倚重的邻居 朋友和伙伴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中塔双方应该继续相互坚定支持 推动中塔关系取得更多实质成果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塔方加强务实合作 扩大进口塔方优质农产品 提升双边贸易规模和水平 推进基础设施 水利 交通运输等领域合作 探讨开展绿色技术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帮助塔吉克斯坦提升过境运输能力 中方愿同包括塔方在内的中亚国家 加强中国加中亚五国会晤机制等合作 深化反恐合作 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安宁 拉赫蒙表示 今年是塔中建交三十周年 三十年来 塔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塔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将继续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不仅是塔方的好朋友 也是塔方的重要战略伙伴 塔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加强经贸 农业 交通 产能 绿色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 将塔中关系提升至新水平 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 上海合作组织 亚信 中国加中亚五国框架内协调配合 深化安全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预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双方还就阿富汗局势交换了意见 双方签署了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 交通等领域合作文件 丁薛祥 杨洁篪 王毅 何立峰等参加上述会见